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吴 吴贞锦医师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来宾呢 是YouTube首座实验节的代表之一 他在三个月内减了10%的体脂 而且没有掉到肌肉量还微微上升 这位来宾就是胡子 Hello 各位 我是胡子 Hi 首先很恭喜胡子在今年生日之前 完成跟网友打赌的赌约 谢谢感谢 对 到达体脂14% 哇 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哦 这有点累 但是我成功了 谢谢你们 那初怎么会想要跟网友打赌14%的目标 其实我跟体脂肪的战斗已经持续很久了 就是我这一开始 就是刚做YouTuber的时候 其实就是体脂肪那时候也是20多块30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很多企划需要体力的东西要拍的时候就觉得很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作为一个工作人物 我要作为一个表率 我要改变自己 所以我就直接跟观众打赌 说我要到16%的体脂肪 是真的有达到 但是就 反应一下16% 15.8% 然后就立刻就弹回去 那你那时候怎么做的 四五年前 我那时候好疯哦 我有尝试过什么 早上六点起来乘勇 然后持续了两个星期放弃了 然后健身啊 然后运动啊 然后算那个 就这样吃字啊 下载记录食物的那种APP啊 然后带蹭出去量啊 就是各种很极端的方法 那个时候大概 好像30%左右吧 那很厉害 30%降到16%这样子 这一次就是学了很多 像上一次疗程里面学到 那个计算热量的方法嘛 用拳头 然后去估那个分量 其实真的 这次我才知道 原来不用像以前 算得非常的精确 其实吃对比例 差不多体重就能往下降 但是这次你也蛮认真运动的啊 不过我这次是后面 才开始 把那个运动量慢慢吹上去 每天就是做个可能 30分钟的有氧 然后一个星期做个 maybe两次的重训 再慢慢把那个量慢慢增大 那胡子在这三个月 体脂从23降到12% 肌肉重甚至还微微上升了1公斤 然后未来有什么更进阶的目标 我自己私心是有一个目标啦 其实我很爱看动漫 然后我以前最喜欢的动漫人物 叫做索隆 所以我希望看了 有没有一天 把身材整个调整到 跟索隆一样 对对对 cosplay成索隆 出个角之类的 也算是我的人生成就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达到减了那么多脂肪 又完全没有掉肌肉 还微微上升 这其实我们从两个面向 左手调整 第一个呢 就是从饮食的方面 蛋白质一定要摄取充足 因为以一个 比如说胡子 现在重量训练一周五练的人来说 其实蛋白质不能吃得太少 最好每天要吃到 1.5乘以2倍体重克数的蛋白质 那如果各位观众是 没有在运动的人 每天蛋白质也需要吃到 一天至少1.2克 每公斤重 在低碳原则的饮食下 做一点轻微的碳循环 这可以让你能够长肌肉 然后又可以减脂肪 让你的脂肪分解效率更好 第二个呢 就是运动啦 胡子自己其实做了 蛮好的运动上菜单的规划 这样的运动规划 你都怎么做 一开始一周两练 教练就是带我练这样子 然后后来自己跟教练 问了课表 是请他帮我排 就慢慢自己把 练习的次数越拉越高 现在的话 我一周是星期一二 四五会重训 然后分别是练腿 胸肩跟背 然后星期六的话 会做行肥训练 就是跑那个间歇 一组跑完五分钟 心率拉到190快10 然后休息四分钟再做一组 一个小时大概做个五组 所以这样子运动量拉上去 身体都觉得还OK 蛮意外的 蛮OK 精神还不错 因为我自己四五年前 刚开始这样子在做的时候 就拉到顶 就是每天早上练 然后练完就是头晕就躺在那边 然后就是把腿抬高 要躺半小时 才可以走出健身房这样子 但是这次这样子拉上去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发生过那种状况 所以我是蛮意外的 下午反而可以做事 就是整个身体状态 跟之前那次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虽然运动很重要 但是相关的营养素搭配也是重点啦 我记得初期在跟你说 要加入运动量的时候 你好像也有跟我们反应说 力气比较差 有 就是刚加入运动量 我自己把那个运动量越拉越高的时候 有几次就是动一动 然后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气 练完了之后 晚上没有吃碳水的那一餐 会觉得就是 头晕晕的 做太久 然后忽然站起来的时候 会有点视线发黑 有点可怕 有一点点 有这种状况 那后来碳水加回去之后 就改善很多了 所以其实有重训的人 在减脂过程中 是需要吃一些碳水的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饮食 有点像是 碳循环饮食的变形版 碳循环典型的定义是 你在高碳日就是重训日 你可能会需要吃到体重 大概三到四倍的碳水量 但是因为现在你想要减脂 你又有一点胰岛素阻抗 在这样的饮食规划中 就不适合走那么大量的碳水 它会让你阻抗降得不好 所以我们以低碳的策略 做轻度的碳循环 看起来这三个月 确实蛮有成效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叫做低碳水饮食 前期本来就会有一些 肝糖库的耗损 肝糖库是人体中 随着肌肉量不一样 大概400到600克之间 但是一克肝糖会带 三到四倍的水分 所以假设你身体有500克 那水分就是1.5到2公斤重 这个叫做肝糖库 它在你身体里面 大概2到2.5公斤 主要在肌肉里面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体重会掉肌肉 是因为我们现在减碳水 身体就会开始 把自己的肝糖库烧完 烧完之后 浇油的效率 才会越提越多 同时就在烧啦 只是比例的问题 肝糖烧完 烧油会比较好 所以后来肝糖库烧完之后 后续虽然有做一点 轻度的碳循环 但是后续的肌肉重上升 我觉得是真的长肌肉 果然在疗程结束之后 你把碳水大爆吃回去 肌肉重果然就回来 所以在走低碳饮食过程中的朋友们 就是如果一开始肌肉游泳下降 就不用太担心 这其实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减脂过程中 想要大部分减脂肪 肌肉量维持 甚至微增 除了饮食运动很重要 睡眠和压力调节 是一块其实很常会被忽略的拼图 胡子一开始来的时候 跟我说他睡眠状况很不好 蛮差的 大家一个都知道 我一个观众都知道 后来你怎么调的 所以奇怪 我没有什么特别调 你没有什么特别调 就是我照着医生指示 在饮食的部分 运动的部分都做完了之后 我睡眠状况就好了 因为我的频道上的观众都会知道 其实我睡眠状况很差 就是我第一个很难入睡 可能躺上去就要躺个 一两个小时才会睡得着 然后躺到后来 我都开始养成一个坏习惯 反正我也睡不着 那我做一些别的事情 变成我睡觉之前 习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这次调整了之后 影响非常深刻 有一个星期 我就是努力的让自己睡觉 我躺上床我就不要滑 我把手机直接放在房间外面 就持续了一个星期 那一个星期的数据 哇飞跃性的提升 超明显 有睡觉就有差 有睡觉就有差 所以胡子虽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但是我刚听起来 里面有几个成分 一个就是睡眠卫生有进步 就是我们睡前半小时 不要滑手机 尤其不要接触到蓝光 因为我们通常晚上在 八九点之后 我们的退黑激素 它就会分泌 它是一个让你想要睡觉的激素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又让它接触到 像白天的那种 白光刺激蓝光刺激 它其实会打乱你的 周夜规律 它有让你睡不着 所以真的睡前不要用手机 那是一个蛮重要的转变 再来就是 我们这边协助的就是 有着重一些 睡眠相关营养素的摄取 像是你现在补充的那个美 它就是为了让退黑激素 它能够分泌顺畅的 所以睡眠好 就是饮食运动 还有睡眠卫生的加成 全部都很重要 现在胡子 它也都是自己备餐 然后吃的非常均衡 每天都吃不一样 超级各种 这样的食物轮替法 其实丰富的营养素 它裡面附含有讓你好好睡的色胺酸 其實你本來就會睡的比較好 所以睡的好呢 跟你吃跟你有沒有動 跟睡眠衛生都很重要 那時候我有發現你的驚醒其實是 你只要多睡覺就可以睡得很好 對那個時候那張表上面有寫到這個 那你自己過程中也發現真的是 超級明顯 就是我剛剛說到那個星期 有睡覺數據就是很明顯 後面那個星期我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我做到了一次 我就會覺得我做得到 只是我不想做 後面就會開始又開始疲又不睡覺 然後那個數據就是又趨緩 甚至還有有時候會回彈這樣 欸欸趕快睡覺下去 所以很明顯表現在你的體組成上 蠻明顯的 而且好像你驚醒的建議 你可以吃一點小辣 對每一餐就是撒一些辣粉 然後出去外面本來吃火鍋也都不吃辣 但是現在會加一些辣椒一點點 就覺得有那個感覺 所以基本上就是以飲食運動 還有生活調整的為基底 但是這些小細節 還有bonus的東西都可以讓你解的更好 我想起來一個 我覺得我這次跟那次 完全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我這次比較敢吃油 因為我之前網路上看那些 然後我就盡量去算嘛 我一天maybe1020克的脂肪 所以我就是盡量都吃什麼雞胸肉那種的 就很低脂的 對對對 然後雞胸肉因為要快嘛 就水煮 水煮就很柴 不好吃 然後吃到後來 吃飯對我來說就只是一個補充營養 已經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反正這些東西吃下去都一樣 所以我後來就是最極端的時候 把所有東西水煮完了之後 吃太麻煩了又不好吃 就通拿進去果汁機裡面 把它打成一杯 兌一堆水10分鐘把它喝完 超級不忍心 聽起來就蠻噁心的 對 所以那次就很不長久啊 但是這一次的話就是像橄欖油嘛 然後調味用的那些粉什麼的都可以變換 然後都可以加 所以這次吃真的是比以前舒服很多 好吃很多 而且其實飲食大原則抓住 體重也比較不容易回彈 因為我有跟觀眾打賭嘛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看重 就是調整 我不能讓自己有任何閃失 所以我三餐可以的話 盡量我都自己做 但是因為我需要同時做那個脫命飲食 我做了一張很像我們 小時候的那個營養午餐的那個 午餐表 有些肉啊 可能牛肉一週只能吃兩次 然後雞肉一週只能吃兩次 我過敏東西超級多 超級多 所以我為了自己煮的時候 比較方便 不知道今天星期幾要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做了一張這個表 哇 真的很厲害 真的 真的很厲害 今天星期二吃牛肉 拿牛肉起來 明天鮭魚拿鮭魚起來這樣子 是一個食物原料表 哪一餐要煮哪些東西 然後多少就是通通人家弄起來 那胡子這幾個月成效真的是非常厲害 因為胡子他跟網友們的賭約非常嚴格 我為了讓他能夠順利的達標 不要有任何阻礙 所以我幫他規劃了兩件事情 讓他減重能夠更順暢 第一個呢就是被動式運動 CM Sling 我會希望安排在休息日的時候 一方面是去加強你的核心肌群的訓練 第二方面是希望他可以讓你的肌肉放鬆一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根據你的檢查結果 你的發炎指標比較高 再來就是食物過敏一大堆 腸道又不是很健康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幫你也打了抗發炎點滴 能夠促進你的腸道修復 還有身體的發炎的下降 CM Sling做起來身體有怎麼樣的感受或變化嗎 CM Sling真的是蠻酷的 通電然後在緊縮的時候的那個緊繃感 我自己做核心訓練的時候沒有辦法達到那種程度 大概前十分鐘都會有那個很緊的感覺 過了那十分鐘的時候不知道 他是被電到已經沒力了還是怎樣 還是整個鬆開了 然後就算我前面一兩天可能自己練的時候很緊繃 來的時候電碗回去就不痠了 然後我隔天就可以去練了 很奇妙的一台機器 你的觀察真的蠻細膩的 因為他運動的行程規劃 是他前面先有一個暖身 然後再強力訓練 最後他真的是有緩和 我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台機器除了輔助運動 有些人也是可以用來緩解肌肉的痠痛和緊繃 你的觀察真的很細膩 因為他感受太強烈了 前面超緊的很像這樣 捏在一起 然後後面就整個就很鬆 蠻舒服的這樣 果然是實驗家 真的是觀察非常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有幫你依據你的檢測結果 去規劃了點滴的策略 大點滴你自己覺得感受怎麼樣 蠻神奇的 就明明是從手打的 可是打的時候 嘴巴裡面會開始跑出那種 維他命那種味道 打完之後隔天好像精神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其實這陣子 我感覺精神都一直不錯 就是比起以前來說 就是整個體感都精神 體力什麼的都變得很好 其實點滴裡面有兩大主要成分 我希望能夠協助到你啦 第一個就是流心酸 流心酸它在譬如說紅肉啊 菠菜啊玉米裡面都有 它其實是一個身體裡面 很強的抗氧化物質 作用是讓你身體能量生成的那個工廠 叫做粒線體 它可以讓你的能量轉換更順暢 再來就是它是一個很強的抗氧化劑 它可以改善胰島素阻抗 所以對於你的減重是會有幫助的 那另外第二個東西呢 它其實是 複膝胺酸 是人體裡面很豐富的一個胺基酸 譬如說它在豆腐啊 雞蛋牛肉裡面其實都富含著這樣的一個元素 它其實很重要一個功能 是小腸的能量來源 所以它可以維持腸道細胞的完整性 它可以去幫你修復腸道 再來就是它可以促進你的肝臟解毒功能 因為我記得最一開始幫你掃脂肪肝 好像有輕度脂肪肝 最一開始 所以我希望這些 營養素用打的成分 可以繞過腸道 讓你身體的補充 修復更有效率 因為其實胡子咽起來 除了發炎指數高之外 過敏源也多就牽涉到你的腸道 其實不是到很健康 所以為了調整腸道 我們才需要做食物輪替法嘛 你才為此做了一個營養物餐表 療程過後 其實我發現抽血的數據也進步很多耶 尤其是發炎指數 從原本超標現在到非常正常 真的厲害 那其實胡子在我們這邊診所抽血之後啊 發現它其實有輕微的胰島素阻抗 還有慢性發炎的問題 那我們透過抗發炎點低 飲食還有運動的調整 讓他減脂不再卡關 在診間其實有遇到很多的病人啊 他因為飲食習慣的關係 生活作息的緣故 身體有比較肥胖 疲倦或者是睡不好的困擾 這其實都是慢性發炎的症狀喔 現在就點擊右上方或資訊欄連結 加入初日醫學的官方LINE 就可以索取慢性發炎的自我評測表 還有初日診所的慢性發炎應對策略 如果有進一步聊成的需求 歡迎來診所找我聊聊喔 那你覺得經過這四個月 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我已經整個換一個人了 最大的收穫應該說是自信 像剛剛開始訪談之前小吳醫師問我說 有沒有最胖那個時候的照片 他想要看一下 我找一找還真的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 就是自己怎麼拍照都不好看 所以那個時候幾乎沒怎麼在拍照 就連我記得那個時候去走中獎 然後換那些禮服什麼之類的 他們在那邊換那個禮服啊 然後就覺得喔這很帥很帥什麼 然後我換了我就覺得 自己怎麼看得不順眼 就感覺那個時候其實是蠻沒自信的 但是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終於在這次受到自己理想的體態 跟體脂肪的那個數據的時候 我感覺那個整個自信 還有整個生活的態度不一樣 就是我現在會更習慣的去拍照 更注重自己的體態 然後每天運動完 你看一下鏡子也是幾 有沒有變得更理想啊 那種感覺 完全不一樣 拍片的狀態啊 然後體力精神那些啊 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真的 所以收穫真的是太大 我還有注意到一個蠻特別的是 上一次就算達到16%的時候 我感覺我的肚子跟屁股那邊 那個形狀我覺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這一次就是整個都很均勻的 縮腳下來變成理想的那個狀態 這一次雖然都一樣是14%16% 但是那個感覺跟之前差蠻多的 我覺得其實體重體質 都只是一個表象數據的變化 但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這樣的飲食能不能夠讓你 可長可久的維持下去 還有你身輕狀態 是不是一個比較平衡的情形 這才是我最在意的 那鬍子達到的恭喜 那接下來的重點呢就是要好好維持住囉 真的 OK 那我記得你剛剛有說要變索隆嘛對不對 喔對 我們可以佛系的來往那個增肌的方向來邁進 OK 今天很謝謝胡子來跟我們分享 那麼好的成效喔 但是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不管是性別啊 賀爾蒙狀態 或是體脂率 都會影響到你後續的營養素 還有運動規劃 如果大家對於減重有更進一步的疑問 歡迎大家來小週初日找我諮詢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